掌者收股息 5月24日 上午4點50分 不要說恒指 恒指跌幾百點都有人留言問我買什麼股 美國方面三隻指數都跌的 雖然英偉達升了9% 升到1030多元 都拆不起那個立子 那些經常被人買的那七隻 只有一隻英偉達有得升 其他都跌的 就是博通升了一點點 所謂一仗功成萬骨夫 內卷 中國叫做內卷 我們都發現了 每天早上你都聽我說這件事 我都告訴你 微軟和這個 例如微軟和Amazon 升其他都跌 就是這樣 有些錢在舊東西 這七隻股的板塊裡面揣來揣去 當然英偉達有些人被人吸引了 因為那些人很難找到升股 見到一隻股升 他就湧去那裡買的 但如果你說純粹是為了升股 我就不太相信了 去買這個英偉達 什麼神仙股 就說是升股 其實你分析回 在起步的時候 是一年圖 日線 在一月的時候開始 就當時是460多元 升到現在是1030元 400元去1000元 400元去1000元 即是升了600點 再近一點就是 從730點升到1000點 最近這幾多個半月 在一個回調的時候買 可以升上去834元 升了30% 是跌低了之後升了30% 加上它有一個 AI的故事 所以就吸引了投資者的關注 恒指期貨低水230點 加上很多中概股都下跌的 包括匯豐 包括花旗銀行那些大型銀行都下跌 大型銀行是不是下跌呢 匯豐跌了 我先看清楚 花旗集團也跌了1.25% 今天又是遇到跌市 跌市不用怕 真的不用怕 我相信大家都不怕 經過了過往18個月 周時連跌 幾天跌一兩千點 是閒市 股票跌了就會升上去 看看3988 3988就是跌了 跌1.26% 這個是正常的跌 我昨天都說這些銀行股會跌的 再看一月的時候 它又沒有英偉達升這麼多的 一月的時候 低谷過年的低谷 就是在2.7至2.74至2.89之間 當時如果買了的 去到現在最高3.9 都沒有升一倍 但是最近就不同 最近都挺好的 3.1升到3.9 這個就跟近期的英偉達的升幅 就不差了去哪裡 差不多了 現在又會派這隻股 那你就不要笑我 說我之前 這麼早減遲這個9.39 就是 那些老餅就是這樣的 滿足了 夠了 那不如趁個高價位的時候 就退一點點出去 那做成了我 就是跌市的時候 就有些錢去買一些 我已經關注了一段時間 又想買的股 就是令到我可以這樣做 那因為農業銀行 1288就有得升的 為什麼呢 它下個禮拜隨正 它30號隨正 看清楚先 隨正日是5月30號 就是下個禮拜回來 就隨正的了 所以就有些錢 就是買一下這些 叫做希望在隨正之前 還買一點點去收一份 相當不錯的股息 當然也有人想少隨正的 所以我星期一再決定 看看賣多少出去 是我就是很過人的事 不代表這股 整體上是怎樣 你都見到我賣股 我有時都賣得早的 沒有賺這麼多的 那你當然是說 錢一定要賺光 不要賣了 我想要一些現金去做其他事情 我買了什麼出去 我買了 我的影片都有說 我減過9.39 減過303 忘記了 減過幾隻股 現在有錢就去做其他事情 我一向都想買些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是10天的低位 所以我就趁這個跌市 就買了一點點 這些股票 其實我當時最看好是港基工程 就是有個第三巧度 就被人私有了 國泰航空之前經常都有 然後就對沖一個問題 就是今期宣佈它業績 又沒有了那個項目 趁它10天低的時候就買些 買股就是各有所好 有人不喜歡有人不喜歡 就是要到我去到最後 所謂的概觀定論 這樣才利益所有的錢 就是可以賣數的 看看收了多少股息 一生人收了多少股息 你的資產有沒有增值 就是如果你買股 買得夠幾率的話 我相信你現在看看這個倉 你比起你三個月之前 你一定有增值的 雖然跌了幾天 今天都跌的 就是你要捱得住這些風浪 才為之炒股 沒有人鋪一張紅地毯 墊著給你踩上去 帶錢落袋的 沒有的 一定要經歷過這些 經歷過這些 這些心理的壓力 才叫成熟的成長 去成為一個專業操作 專業的意思不是說 你拿著一張證書 那些叫專業 不是賭 就是在這個股壇上 你在博弈的話 你拿多少張證書 對你沒有幫助 你找到就找到 找不到就 要不就自己走開 要不就被這個市場掩蓋了你 沒收了你的資產 總之要小心 小心的意思就是 你想買的時候 可不可以退遲一點點 第一 遲到 第二 買多的時候 想一下 要不要買這麼多 買少一點 所以說要小心 就是這兩個東西 買遲一點點 買少於你雙元有的計劃 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叫做小心 甚至不買 不買也沒什麼所謂 最多賺少一點 你沒有少許風險的 領錢仍然在下跌 跌3.59% 大市跌2% 另外它只是跌突了大市 但是還沒到大行的 還沒到大行的目標價 那就等了 要是你相信大行 或者買了它 到低層的時候 就買回它 或者從此不點這隻股 就是你相信大行 都可以這樣做 我就覺得這隻股 它有一個基本因素 是會有租收的 是收少一些 或者是 給一個理由 就很冠冕堂皇 它說那些零售 那些人喜歡上大陸買東西 其實它的舖 關它什麼事 去租的客人 都是找一些快餐店 大家樂大快活 那類的 跟著銀行 中國銀行 那些租的 其實都不關什麼 上北上大陸的事 最重要的是 它新買回來的那些貨 沒有貢獻 就是背著一堆資產 累了它的整體收益 加上又有些股值 股值股低它 所以成績表 沒有那麼好看 是預了的 我想很多人都預料了 問題就是 現在它跌低了 它是低到什麼位呢 上一次的低位是三 在大行的目標價之下 不是什麼新東西來的 不是什麼新低股價來的 不是的 就是它現在還在這個 我看是30至36元之間賠回 嚴格說的時候 你這隻股 最近這一個月 在4月開始 由這個30 很低很低位的 30升到37 都剩下了20% 輸過給英偉達10%左右 也算是升過的 現在有幾支陰竹跌下來 之前有試過在這裏 跟著橫行走 這裏有幾支陰竹試過 都是橫行走的 這次明顯是炒業績 負面性質的炒業績 未到這些大行價的 這些 我就繼續持有它的 10日低位度 這個郭泰航也一樣 郭泰航就5日低 它就10日低 我就繼續持有 你就自己想 你相信大行 你就不賣了它 我當然相信自己的看法 我買股這麼久 每一個板塊 每一個板塊 都有一兩隻升股 譬如中資銀行股 就是農業銀行 因為炒真除淨 所以它就升了 其它那三隻都下跌 那這隻 今天派升 它們有的 今天就有錢收了 我有錢收這隻 這隻股現在進入一個橫行區 英軍和羅生都擁有69.99%的 這些股 它可以 任由它是這樣 可以私有這隻 應該是沒有難度的 你私有我 我給你 我都收夠醜 冠軍是房拓之中的一隻升股 435都下跌的 是它升 857就有得升的 857和油股都有得升的 有兩樣東西 有些新聞說 它在大陸 就投資去做充電 充電 叫做 投資成立這個能源發展公司 充電 所以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買油 就要買些電 因為兩個同買一塊東西 現在你就看到了 它都知道自己的位置 都蠻好的 它知道 石油可能是將來 在汽車方面可能的需求低了 那些電就是另外一個板塊 可以增加投資 這樣的意思 那中國當然是幫忙 幫著這些公司 這些叫國有的公司 在香港才買到的 別的地方 中國在香港才買到的 就是這些股 它在美國退了市 這些股 以前在美國 它和941都退了 我相信 第一 有這個消息 第二 就有 中東那方面 仍然是陰謀論 對伊朗的總統 墜機死亡 這件事情 就繼續在說 就是 好像手指指向以色列 好像是這樣 所以令到一些地緣政治 又頗為緊張 那這些局勢 對於電股 油股 電股 那些就是 有些支持的 但不出會挺好的 我覺得 在那個跌市當中 股價仍能量站得穩 就是神華那些 升了半個巴仙 1.171 升到0.8% 都很難得了 到連這些股都下跌的時候 差不多就下跌完了 這些應該是最後下跌的一些股 來的 关心腾讯的朋友 今天我想腾讯也会跌一些 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折合港币就是377 都有4元这样的水位 今天会跌三位数字的 又是好像昨天那样的跌市来的调整 我都是这样的看法的 不要管它牛市还是红市 只是有一个升市一个跌市 做好准备升市的时候 或者那些价位好的时候 就看看是否是黄利那些 现在我相信你的仓仓 我的仓仓仍然有些莫利货的 整扎中资人朗股都是莫利的问题 你需不需要钱用 你卖出去要有功能的 你卖股要有功能的 不只是赚钱很重要的 下一条是怎样的 当然可以洗手不降 退休可以不做了 卖完这股 摆定期你可以这样做 但我现在都未到这样的阶段 所以我就来想一下 我就算卖出这个1288 都是为了 因为它升高了 还有随正我不收息了 我想省下10%股息税 看看它未来会不会跌回 跌了股息又跌低一点 我再买过 通常的传说就是 中秋之后是买货的 不是买货的 就是持货不是沽货的 不过今年就特别一点 没多久又会有个中期息宣布 给你听一下 所以我就 今年应该是测试一下这个 这个新的时间表 这个机构时间表 对于这个 随正之后的股票走势有什么影响呢 今年是测试了 都可以什么都不做的 你可以有它 一定跌了 一定跌了它的股息 腾讯会跌的 亚里呢 亚里呢 就是说发债 跌了5% 那它在这个 美国呢 截合港币呢 就是78.85% 平水吧 虽然就是有两毫子 一毫子的水位 但是呢 就有可能这个跌幅呢 就被人低 就是被人创 我们理解了它发债 发债 哇 又借债? 不行啊 又借债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看法 就投射去那些股票那里 一个人就 无需要借就不借了 是不是? 机构就不是的 机构就是去营运 很大开支的嘛 就是要给租 给人工 给很多 很多东西要支出的嘛 别人肯借给你 有一个低的 比较低的利息借给你 那当然是借了 赚回来之后就还给他了 是不是? 如果计算过都有赚的 那为什么不借呢?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有些不喜欢借债的那些人 就是很难改变那些人 就是跌了500% 我相信它会有些回收的 就是它有些叫做 修补回这个跌幅 终于会 我没有看得那么差的 就是我觉得70多元港元 也挺好的 又有色派 借又不是借的 多借45亿而已 是不是? 是不用还的 都要还 你不换股 你换股就给股你了 老闆这么多股 你不换股就 既然派借息 就派吧 它有很强的现金流的嘛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优点就是现金多 就是现金流入的多 五日低 它有钱都shopping一下 没钱就不要勉强了 因为我经常跟你说 跌市就是这样 跌一波下去 你以为值得买 就去买 那些人就和你对着干 又再跌一阵 小心点 买少点 当然就是准备好了 看好什么板块 什么股先 韦尔达就在跌市之中 都站得挺好的 跌少少 跌 红半指 你问我 升完没 就是未升完的 我是根据过往表现 过往它宣布了一个 不错的业绩之后 它是进入一个缓慢上升期 直至到随正为止 随正了之后 都保持价位 过往是这样 这次就因为升势 太急和分析太大 就是一支大洋桌上去 一支股未升完 我只是这么说 未升完 那个理据就是根据过往 这么多年的表现 就是你可以细心地研究这支股 就算你在100元买 你都收了很多期利息的 都不会虚很多的 当然如果你更好的人 在6元买 我记得我最便宜的那注 是6元买的 持到现在 那些已经翻了本了 那些是一个派息非常稳健 还有赚多少派多少的公司来的 长期看 就是一个可以在低位那里卖 拿着它长期有息收的 当然要它的产品 你每一期都关注一下 每一个年度 关注一下它的产品 那些是儿童级的电子玩具 有时在香港的商场都见到 它有展览的 但是那类了 不是什么高科技来的 问题就是看它这些制造出来的 有没有玩具是适合各地的小朋友买 我认为今年的生意都挺好的 如果见它跌多些 那就买些了 这些是估计的 有时间都没有随正 就是现在这个跌市 连跌几天 反而要想一下 你手上的股 有什么升得比较好些 你觉得它都高过了 过往一两年的高位 那些呢 就退一些出去 就是不要想着 退了出去 如果它升了 那不就很惨 也不惨的 就是你的资金多了 其他的股票便宜了 你可以去买其他都可以 不需要補回这一只 不需要的 反而你给一个机会 叫做多元化 你自己的那个仓 中资亚党股 你可以想一下 买一些出去 那些譬如 你有几只电信板块的 那你就选一些 你没有那么多 或者你对它的升幅 已经开始慢慢收窄了 那些股票 例如好像联通 那些那些 如果你真的需要资金 那就买一下这些 我还没有买到 反而想一下 如何获利 持盈 持盈 才有流动性 持盈的意思 就是你要先拿回那些盈利 那些股票升了 你还没卖 它都是在冒市场的风险的 就是你卖了去 袋了下袋 才是你的那些钱 所以不用开心的 不用开得那么早 那些股票跌了 你还没卖出去 你也还没蚀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资产减值在那裡 不影响你的生活 不影响你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以投资股票来说 你当然要保持一个流动性 有流动性 你才有机会被你捕捉 就选择这些了 选择这些 中国联通 升得过 过了龙的那些 中资銀行股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朋友 前两天去卖股 你不要笑它 就是没跌之前去卖股 你不要笑它 那些是在执行的 计划房 执行的投资的任务 就是这样的 賭股我仍然看好的 我仍然看好的 这些对于所谓的经济转变 大经济 对它就没什么负面影响 最重要的是交通好不好 有没有打风下雨 那些人还不喜欢旅行 那些人还不喜欢赌钱 那些人还不喜欢赌钱 所谓生意淡薄 不离赌博 很多人都走上去碰碰運气 赌两手 或者带一家大小去去旅游 这些对于游客数字 是比较敏感的股票 我仍然看好的 这股股升了之后 升了40元之后 现在跌回到39了 这些还可以投资的 这些夜7号 可以投资 赌股可以投资的 奥博3元以下 也是很好的投资的 这股股 又没有英伟达升得那么多 就是以一年来讲 就是在3月的时候 都由2.2升到3.3元 2.2升到3元 有没有英伟达升得那么多 但是它也有得升 虽然有没有利息派 这股没有股息派 3元之下可以投资 很薄 买股收息 435的阳光是挺好的 现在它在5天低 如果有钱收了股息 就想投下 譬如我今天收了2778 我又会想一下 我可以买到什么呢 我就会选这些 阳光房地产 这股股就是要看领展什么业绩 他们这一帮人做生意的能力 是强于领展那班领导层的 如果领展那班人 还有识派的话 这些都不差的 每日会有识派的 长江基建 就在高位徘徊 就是今期的高位 高位徘徊 随正就是在5月27日随正 下个星期回来 它的股价就会下跌的了 起码都先下跌了一份股息 那个跌势持续多久呢 都会持续相当久 根据过往的表现 根据过往的表现 那你见他的老闆出来说话 说得很冠冕堂皇 又说我在几多个国家 有投资有钱赚 最重要就是 看看有没有钱赚 意思是说你不给钱 我赚投什么资 都挺串嘴 但是呢 你细心分析一下 这个长江基建的投资方式 它是专挑一些低增长 收入不高 有政府法规支持 那些行动投资的 所以它的投资组合 令到它的增长能力 就是差一点的 而且它喜欢找到自己旗下的公司 例如找到这个1号113 全部扯它落搭这样的 电能一起 够钱去做一些东西的 它喜欢这样做就这样做 它自己家里的公司 它就是这样做 但是以前你分拆 一家长江一号 分成1号1113 又分成这个电能12 又分成这个2638 那些这样的 你是想它严慕清晰的 就是它们现在做事的方式 就是跟它的初心是相反的 那长江基建的投资 是低增长的投资来的 要注意这些 就是买它要低位买 低买不要追高 它会继续有色派的 说得很冠绵堂皇 美国有个传闻就是 耶伦姐想告老归田 想不做 传闻就是 原因可能很难当家 收入又不高 税收又不高 支出又多 又要打仗 又要还债息 那它可能是心力交税 可能 就是那个传闻都未必说没有道理的 那如果它真的下台 换一个人上去 那现在这个 对于美国 是有一个动荡的因素 暂时没有宣布 但是传闻得很厉害 今天看跌市的时候 应该现在就是这样 因为近期升 你手上有好的对象去获利 你就不妨 你不选择性地 拿回多些钱 保养你将来 能够更好把握 机会 沉迷到 投资增值 保值 收息的对象 那如果要买股 我就觉得 那些油股会挺好 跌低了的房托 比如2778升 435跌 那你就考虑一下 435 都是以获利为主的了 就是现在这个势头 你买股都是想获利 如果跌到你都没得获利 那你就自己收拾自己 打败自己 那就不多好了 今天就是星期五 我说完这个就是休息一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这一个星期就是 一个动荡下跌的星期 对比起上个星期 就是处理的难度就是高了 不过不需要担心的 股市就是这样的 升了就会跌 跌了就会升 今天讲到这里